你好 请教绩 参考一下这一间 房仲仔细介绍房屋环境状况 希望能顺利成交 卖个好价钱 不过台湾的高房价让想买房的人多 但是买得起的人少 台北市长柯文哲抛出打房政策 打算透过提高房屋税 让拥有多间房屋的人选择卖掉房子 进而降低市场价格 但真的能有效打房吗 是有多房子 它房子未必是不想卖 而是可能卖不掉 因为毕竟还会有一些污框上面的问题 那所以有可能会殃及无辜 那因此就是会有很多人提出来 这是需要一些配到措施的 听起来好像房屋税4.8%好像是 好像很重一样 但你要知道我们那个税基非常低 影响效果不大 但我觉得这是代表就是说 宣誓一大于十字一 提高房屋税实质效益可能不大 更有人忧心反而会让这些税收成本 转接到租客身上 房租不减反增 确实也有发现就是有些屋主 他虽然说可以让这个房客 他做一个户籍设立 但是他变相的就是他租金 当然也会提高 那我们评估就是如果说 这个屯房税增加的话 可能也会有一样的效果 永房的大户而且他并没有合乎公益出租的条件的话 才有可能被磕到这么高的税 所以那个转嫁上他并不会说直接转嫁给那些 我刚刚讲的青年跟弱势 因为他们本来一法令他就可以走公益出租 所以那种说法是似是而非 柯文哲拉高房屋税 想有效打房 落实局主正义 但就怕打房没效果 反而让房东找借口涨房租 可能会激起更多民怨 环宇新闻 宋剧玉区国豪台北报导